一二年之前 不管我们出去做什么样的活动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 先会问有没有什么品种 但是现在所有的人 看到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很可爱 也不会去特别的挑品种 然后就会 了解他的情况 了解他的背景为主 这个是特别大的一个改变 而且这几年宣传的比较好 领养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从年轻的到岁数大的 都接受领养 但是就是一个问题 他们很多人不知道 到底去哪儿 怎么领养 那我们现在就是准备搭建一个大的平台 就像一个领养界的淘宝一样 能让本地的人 能比较顺利地领到适合的动物 这个今年会上线 这个今年会上线 这个年轻的淘宝一样 跟进旁边的淘宝一样 那么高兴 就像一个在那边